您好欢迎收看这节的产业快讯 国泰金控公布了上半年的财报 税后尽力达到150亿元 较去年明显成长 不止如此呢 累计前7月的EPS 更是领先国内所有的金控 率先达到了两块钱的水准 国泰金控指出了 等到金管会解除不动产 进买令之后就会开始投资 不排除要前往中南部 还有海外布局 外资法人很满意 国泰金控法说会 只花了30分钟火速结束 总经理李长庚不同一望 这次主动面对媒体提问 心情会这么好不是没原因 国泰金累计上半年税后精力 达到150亿元 较去年54亿 大增178.5% EPS 1.39元 国泰金所有的 伙伴基本上都非常的努力 那么当然今年上半年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我们还算缴出不错的成绩 不止如此累计前七月 售后盈余更达到216.5亿元 每股盈余领先所有金控突破2元 后续国售预计还会有40到50亿元的现金鼓励收入 加上可认列40亿元左右不动产增值利益 今年有机会挑战民国96年时创下全年大赚307亿的历史记录 我想只要好的标的我们都会非常乐意来做长期的投资 所以我们也乐见说假设政府本身在海外的不动产投资上有 比较大幅度的开放的话 我相信我们会非常乐意来做投资的 提到加入买楼行列 李长根指出目前还在向金管会申请解除不动产进买令 等进买令顺利解除之后就会展开投资 不排除中南部房地产海外也会有计划